在过去10天左右 像四川盆地到长江中亚游的这样一个大范围地区 都出现的范围比较大 强度也比较强的这样一个高温天气 尤其是像重庆 浙江 包括湖北这些地区 个别地区的这样一个日最高气温 还有日最低气温 都是达到了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程度 根据中央台的预计 在未来一到两周左右 咱们国家南方地区的大风能高温天气仍将持续 那么预计18号前后 这种高温天气可能是略有缓解 但是后期这种高温天气将会重新发展 主要原因呢 还是跟大气怀里有一些比较异常的变化有关系 那么从目前来讲 西大叛阳辐热的高压 稳定的控制 咱们国家从四川盆地到长江中亚游这一带地区 那么在达高的控制之下 大气这种是以下沉气流为主 是整体上以晴热天气为主 然后日照辐射也比较强烈 天空少云 那这样的话 金地面的这种加热是比较的明显 容易造成这种比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 近十天了 整个在全球范围里高温天气还是比较显著的 主要就是受到了富二代高压的影响 那有些部分地区则是在与富高同位相叠加的高压级的影响下形成的 我们预计呢 未来十天在南美洲的北部啊 非洲北部西亚中亚 人将会有较大范围的持续性的高温天气 南亚北部的高温天气将会转为一种间歇性的高温天气 未来如果是继续全球变的这样一个背景下 然后温室气体的影响效应也是非常强 高温热量的事件呢可能会成为一个新常态 类似的这种高温酷暑在以后的夏季呢 出现的频率可能会比较多